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Billy Bar Delotion 我們正式來到啟宿的七教會書信 其實這樣講也有點不正確 因為其實我們由第一章第一節開始 在歐程度上已經寫給七教會的書信 這裡只不過是一些 specific 對著每一間教會說的話 希望我們都可以在這個 教會 specific對著他們說的內容 有多點提醒 順帶一提上次,不好意思說錯了一點 上次說到其中只有兩間教會給讚 我就說錯是美娜和推一推 不應該是推一推 應該是FITP和是美娜 我想應該要採取這些錯誤 譬明了有些事情都要很進步 或者很預備 這樣就避免這些stupid的錯誤 OK,那二章第一節 它就說這個是社比爾夫所書教會的使者 記住它上次說到使者都是星星 這樣還有就是,我經常說這些前面的說話 還有其實它,你看回第一章第一節 就是講到耶穌基督的啟示 然後它就透過使者傳遞給亞國 然後就說回七教會 而七教會的領袖又叫使者 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使者的地位 或者是教會的地位 是有幾高的 你不要說天使復業的靈 那個希伯為主 但是在所有的角度來講 他們已經被人迫迫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被人迫迫 當然是地底泥啊,垃圾啊,諸九不如那種 但是在神的角度原來呢 神的使者是星星 即是古代來講是神仙來的 即是,不是在說道人迷性那樣東西 而是那個地位,神去肯定那些的地位 是多麼重要 然後呢,接著呢,它就講呢 誰跟這個爾夫所書的使者 爾夫所教會的使者來去說話呢 是那個右手拿著七星 而有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 我們上次講過 就是耶穌人子的路 其中一幅圖畫呢 就是它拿著七顆星 和有七個金燈台 但是呢,其實呢 留意呢,就是它沒有講到中間行走的 它只不過是講 它在七個燈台中間的 但是呢,今次就講它行走的 那這個呢,值得留意的 那究竟那個 真是來到去 掌管著 這個教會 掌管著教會使者 是那個大boss 你可以這麼說 它在中間行走做些什麼呢? 它又講些什麼呢? 那原則第二次,它就說了 我知道你的行為 這個知道這樣 根據良目督谷 其實是原文 它是完全了解 由頭到尾 由女清楚到去愛 那種全方位的知道 行為是什麼呢? 努力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有一層試驗 自稱為使徒 卻不似使徒 放出他們是假的來 那這裡講的努力和忍耐 是什麼呢? 因為呢 似乎呢 如果用整個概念來講 相信呢 那個努力和忍耐 是為那個真理 那個堅持 和那個宣揚 來忍耐 因為當時呢 其實很多什麼十字架 那些傳道人 那些傳道人 是被 受到一個 猶太人的很多反響 和羅馬政府的一些壓迫 但是他們呢 都沒有來到去放棄 同一時間呢 他們能夠 辨別這個 是非 看到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不是 那講講當時的背景 那當時呢 其實很多旅居的一些傳道人 那些傳道人 就是到處走來走去的 那如果甚至乎 看保羅書信 那你都會看到 有些人呢 純粹是騙飯吃 在那裡 或者傳說一些所謂的異端 那那個真理 那個的規範 或者是說出來的東西 其實不合乎 當時候使徒 或者是耶穌基督的那個教導 很多這些人 其實是去到這個 那一個 軍事坦丁 他來到去 將羅馬變成 國教化了之後 那時候呢 才開始叫那些主教 坐在一起 來到去談 究竟基督的道理 是什麼 什麼是大家一起認識的 那樣東西 那之前呢 其實是 很多都是眾說紛雲 那究竟聽誰 不聽誰 那時候是在一個 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這個資訊爆炸 某程度上 不要說說聖經真理 所有的東西 都好像是很相對性 那樣的時候 我們又不會不會 好像以乎所書那樣 去勞碌 去忍耐 去堅持 所信的真理 同時我們自己也知道 什麼是真理 然後可以辨別到 什麼是真理 什麼不是真理 那這個是 耶穌基督 他稱讚 以乎所書的 其中一個 其中幾個很好的行為 跟著第三節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 來去勞虎 並不困倦 那要說陳 就未必一定是說 他現在不在勞虎 因為他也要說 勞碌忍耐 只不過是 可能遇到一些突發的事情 的時候 他願意在那裡 stand firm 來去 揮腹 沒有疲倦 然後 然後 有一件事 要咬他 就是他把起初的愛心 離棄了 那這裡 值得去思想 就是 什麼是起初的愛心呢 他在說起初的愛心 是說 耶穌基督十架的愛 犧牲的愛 信徒之間的彼此相愛 還是 對身邊的人 就是 各種愛 或是 in general 什麼都愛 各種的愛 這個值得去思想 那究竟是哪一份的愛 這個 我看過有些解經書 也要眾說紛云 其實 我自己 如果這本書 真的有學人寫 我會回到其他的書卷 他這裡 有人一書 第三章 他就說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像你們 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我自己 就多些傾向 是說這個 起初的愛 為什麼我會傾向這個呢 根據這個 宣保寧學者 他就覺得應該是 耶穌基督犧牲的愛 我跟他有少少出入 可能他真的對 他是學者 甚至是 橫介來講 他都算是 新約權威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 對一點呢 主要來講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講他是 能夠忍耐和堅持 他能夠辨別真理 各方面 如果只不過是 講對耶穌基督的那個 認識 甚至乎 為耶穌基督拋頭來灑穴血 似乎呢 這個愛心 他們是有的 對神的愛 甚至乎 犧牲 不困倦 那樣東西 那 但是 為什麼我會覺得 那個是 彼此傷害 那樣東西呢 一來是 兩人一書 都有講到 彼此傷害 二來就是 其實呢 有個 問題在 有一件事好 似乎 就會引伸到 有一件事壞 那你願意去堅持真理的時候 亦都願意秉走那些 五位使徒 那些 輸子徒 的時候呢 你 怎樣來到 去 和彼此傷害 有個 平衡呢 就是 我們Christian 這樣 一講 厲害了 就是我們就說 我們反對這個 同性戀的性行為 因為這個不合避 真理 但是我們會愛他 我們會包容他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其實你的表現出來 就是你丙他 丙得 但是呢 你真的不見得 會有什麼包容 你講出來的包容 只是 好像那些 總之呢 尋求在這個 一個中國的共識 什麼都可以聊 那就是沒得聊 別人都不想一個中國 總之呢 尋求在這個 就是 和異性婚姻的家庭 我們什麼都可以聊 那就是不想聊 那我不是說 就是這個 舉例 那個 同性戀 性行為 是不是對 還是錯 那樣東西 就不是一個 道循教義的一部分 但是一個 生活行為上面 那個 教導的上面 那 變成 究竟怎樣能夠實行呢 其實都難來去 practice 其實我只是舉例 就是 當你去堅持 某個立場的時候 無可避免 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困難 就是你會 gave up 一個彼此相愛 或者是 一個彼此相愛 那個實踐上面 是超難的 那所以 基於這 三點 就是我覺得 尚文是說 他對耶穌基督神的愛 同一時間 約翰那裡有 摳過 彼此相愛 是那個起初的命令 而這裏是說起初的愛心 同時間 當你去堅持真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彼此相愛的困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是這個 因為你有一個 judgmental eye 就是審判的眼光 來看每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不會仍然堅持到 那份包容呢 接著 怎樣能夠 去改變呢 他就說 你應該回想 回想 其中的第一步 在哪裏墮落 回想 回想 你在哪裏墮落 很細緻地去想 不只是說 我沒有愛心 其實沒有用 你說十年也沒有用 但是 為什麼你會沒有愛心 原來有些東西 值得你去堅持真理 但是有些東西 其實你應該要包容 適合舉例 然後 然後 你就要分辨到 那些東西 即是回想 然後 你找到之後 你就要悔改 不單是悔 你是要改 然後 走回你 當初 所走的 那樣東西 但是 嚴重性 他就說 你如果不會 我就 臨到你 將你的登台 從原柱 去拿去 那樣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原來 那個 在七個金登台中間走的 那個 不是 去打擊 那些疑端 不是站在我一邊 原來 他有機會 將我的登台 都拿走 這個很嚴重的 就是一個 責備 或者是一個勸臉 然後 他就說 然而你有一件事 是可取的 他都讚揚這件事 真的很難 他就說 你恨會 尼哥拉的一檔 我首先要分辨到 誰是尼哥拉的一檔 如果是尼哥拉的一檔 我就炳爆他 剷走他 但如果他不是尼哥拉的一檔 我就要愛爆他 嘩 超難的 但anyway 究竟尼哥拉的一檔是什麼人 我們接下來都會重新再出現這幫人 我那時候才說 接著他就說 你這樣恨戶 你要擁抱你起初的愛心 但你又要恨戶一些 我相信是偏離真理搞妖人的人 至少是這些 接著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當我們回頭去回那個愛心 同時我們 就是 好像以忽所輸的人 以忽所教會的人 這樣堅持 接著他就說 聖靈宗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意的就應該得勝的 會怎樣呢 我就把這個神樂園之中的生命樹 那枝賜給他們 那這幅圖畫 令我想起這個創世紀裡面 生命樹 是那個 我之前都說過 是不能選擇的 也不需要選擇 你一定是選生命樹 好像有得選擇 但實際上 你選擇另一邊是stupid的 這樣選擇生命樹 有趣的就是生命樹 和另一邊是知識樹 知識樹 或者中文的翻譯叫分辨善樂樹 就是你分辨什麼為止對 什麼不對 但你除了在真理上面 分辨什麼是對和不對 你應該要有愛心 那你選擇什麼呢 選擇是選擇生命樹 生命樹除了你可以有追求神 追求真理 追求永生之外 是你有愛心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interpretation 當然絕對不是創世紀 本身想說帶出來的 另外就是這裏 是不是這樣帶呢 如果看看啟示錄 最後一章 他都有提過生命樹 他就說 那個生命樹的豐盛程度 就是每個月都結果子 你知道其實普通樹 就不是每個月結果子的 是間中結的 但是生命樹是每個月結果子的 每個月都有些 孕育出一些更多的生命出來 同時間就算它的孽子 都能夠醫病的 那究竟我們對真理的堅持 是一個對生命 對別人的一個造就 還是一個關懷 還是一種破壞和摧毀呢 那這個呢 值得我們在二不所教會裡面 去深思的 那另一個呢 我或者是講講 當他講到第二節那個話 試驗了 自稱為使徒 並不是信使徒的 這就不是官派的立場 至少應該就不是一個信徒的立場 但是我也想大家知道 就是有人就覺得 約翰這裏其實是在暗寸這個保羅的 那就是那些 你叫什麼 鶴林爾諾講 不信主的一些教會 或者神學家 他們就會說 約翰這個信仰群體 其實和保羅的信仰群體是不合的 一個是堅持恩信清 而一個是堅持 是應該要走回原有的那條路 那這個題外話 但是我覺得 我們聖經節目有必要 要知道不同人去解釋不同的聖經 那你信不信是另一回事 或者堅不堅持是另一回事 但是 你知道多了的時候 你不會突然聽到 驚喜 然後你又不知道怎麼回應 那15分鐘了 我都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Bilibala Bible